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德投股高卜杰 从上个礼拜五到今天礼拜四 这个股市给投资人上了 上了好几天的震撼教育 上个礼拜五大涨 那这一个礼拜当中又大跌 那昨天晚上又看到美股大涨 我们今天台股怎么样 开高 走低 没有大涨 很多投资人会对这个行情会认为说 仨没了 投资人会有个想法 仨没了 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 投资人我一直告诉大家 在这个行情当中 在股市当中 你要做好你的什么 取消控管 昨天有跟大家讲过了一些事情 基本上我们来 慢慢的来印证一下这个行情 如果你有方法 你有逻辑的话 你很清楚知道 大盘的涨跌 你都一个超盘手 不会因为今天的大涨或大跌 影响到一个超盘手的情绪 因为它透过技术分析 把逻辑 把方向 把结构都看清楚 你就很清楚知道 当然了 好 这个礼拜只有交易四天 收完盘了 收完盘了 那接下来下个礼拜行情怎么样 会怎么发展 我相信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 好 今天开高走低 很有趣的 最高涨了99点 结果还一度翻黑 还勉强 最后勉强是涨11点 够面子的 还够给政府面子 只是说 这个行情到底怎么发展 来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从周线来跟大家讲 看完你就会知道 接下来下个礼拜 会怎么走 来 为什么这个礼拜会上下震荡 来 周线的部分 你仔细看 周线 这一段 这一段我是做空的 这一段 这两个月我是做空的 但是我在10月初开始 我认为基本上行情跌完了 稀波结束了 那好 我们来仔细看喔 为什么最近的行情会上下震荡 来 我们来看这边特写 这一根 好 可以 这样就好 好 这里 这一根是带量的 带量杀的时候 那隔一周 也就是上一周 大盘的量比较大了 大盘的量有比较大了一点 比上这一根黑街棒的量 还要大了一点 也就是说 这里有套牢卖压 那上个礼拜见低点之后 有买盘进场之后 那这个礼拜 只有四个交易日 所以这一个量 本周的量是失真的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会在这里上下震荡呢 来测试这里的卖压 来测试这里的卖压 也就是说 控盘者在想什么 既然知道那里有套牢卖压 他不可能一次攻过去 他是上来看看卖压重不重 你要卖的 来让你卖 我收 我收 最好的现象就是今天 今天又要再来测试一次 今天有没有开高 有 开高为什么走低 就是来测试 那个上档的卖压压力多好 你要卖的 赶快卖 那我收走 好 空盘者把它收走 收走的证据在哪里 在成交量 今天大盘成交量 比前三天都还要增加 这是最好的证据 我刚刚说到上下震荡洗盘 目的是要试探上面的卖压如何 好 昨天我听到很多人是说 这个行情要转空了转空了转空了 会很恐慌 甚至在下午一些投资人说 这个立场小心小心 可能要崩盘 其实我们要看证据啦 里面的结构 其实我这几天已经跟大家讲了 我还赶快跟大家讲一些事情 今天出量 你要注意一件事 叫做量先架行 这个量是测试上档卖压的量 是所谓的洗盘震荡换手的量 好 那我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说 今天为什么开高走低 如果是空头 一定在开高的时候要放空它 要卖股票对不对 好 你要注意喔 这是一个诱空盘 诱空盘后就是嘎空 就是要嘎空喔 你要注意喔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很多的证据 那诱空 这一波是第一波之后 即将进行 一 二 第三波的启动 好 理由在哪里 来我们一一来给大家分析 来给大家听 来我们昨天说到六十峰K线 你可以算出它回檔 0.618位在这里 好我们就说到了 如果这个量完成之后 它会往上走 那今天呢 今天又来测试一下下啦 没有什么破啦 只是这个形态基本上 你要注意喔 在技术面上所谓的下降楦形 下降楦形喔 下降楦形就是说 下降楦形之后还会噴出 就是走这个模式 就是走这个模式 就会走这个模式 好 那理由在哪里 其实基本上我们要看的是 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到台湾50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台湾50今天走 K线走这样 它没有跌破昨天的低点 你注意看喔 那大盘呢 有稍微跌破昨天的低点 台湾50没有跌破 这是讯号喔 这是讯号喔 那我昨天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我们再透过60分钟线来看的话 它比大盘强势守住这个 头肩底形态的颈线位置 守住了 昨天有说有守住了 它是颈线讯号 那今天呢 今天没有破喔 你要注意喔 没有破喔 而且这个60分钟线的MACD 已经开始收缴了 也就是说第一波上来的时候 开口过大 它会收敛这个开口之后 来领走整理之后 当下个礼拜 这个地方测试不破之后 它会开始往上走 往上走 往上走会影响谁 会影响大盘嘛 会带动谁 因为台湾50都是以全脂股为主 当全脂股开始动的时候 台湾50会动 会 会动的话会带动谁 大盘指数 对嘛 这个逻辑观念你要对喔 好 这个部分我跟大家谈过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此 你要去看讯号 台湾50今天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非常好的现象 那我说这个盘 为什么会是先 右空再嘎空 一定是全脂股里面有变化了嘛 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这些 来 里面的结构里面叫台积电 昨天低点在这 它今天直接上去 根本连低点都没有看到 直接上去 它已经领先表态了 之前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它会回檔 我们昨天已经跟它讲过了 好 它回檔之后今天又再次转强了 它领先表态了 它表态了 那对大盘会有什么刺激的作用呢 领先大盘表态了 好 你仔细看 这波上来 大盘有没有上来 这波回檔 大盘有没有回檔 有喔 好 那它已经领先表态上去 那大盘呢 好 这是指标谷喔 你要看得非常透彻 这个 当然不只是这档 它要注意看一下 鸿海 今天 它也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没有破 昨天的低点在这 大盘有破 它没有破 它也开始领先表态喔 那它领先表态的时候 你要注意就是说 整个指标来讲的话 都已经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领先转折向上的情况之下 那你要注意下个礼拜会怎么样 当然我昨天 我的传承稿里面有写到一些指标 指标 好 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说昨天我写在传承稿里面 你有来索取的 有来4月1周的 投资朋友 里面也有写到 就是说 我昨天也说到了 台股市采加全计算的方式 所以我提到台泥台塑 它已经领先 正式转强表态了 好 那今天呢 台泥 不错 台塑没有跌 重点是台泥已经开始表态了 有没有 全资股里面部分 传承股已经止跌了 再来 金融股里面 中信金 富邦金 这些股票 都领先站回季线之上 那我们来看中信金 中信金的部分 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是说 好 今天是上涨的 有没有看到 它也是领先 没有破昨天低点 再来呢 富邦金 今天的表现 更是强 比大阪强 K线呢 好 我们昨天已经领先 点出了一些现象 而且昨天电子股里面 提到的是台积电 日月光 好 那我们来看 台积电刚刚看过了 看日月光 日光今天基本上 昨天的低点也没有破 而这阵子来 它表现更是强势 有没有 更是强势 所以说里面的指标股 其实你大家都在担心 所外资不空单 会不会要持续灌压台股 其实从结构里面来看的话 我并没有看到 外资要灌压台股 而是有人在放烟雾蛋 那好 那既然有领先股表态 那今天在跌什么 今天跌这个 来 人保 杀量 杀量 为什么今天会出量 你知道吗 今天空满者在想的是什么 就是要量 他策动了一些股票 来去拱量出来 策动什么 人保是其中之一 他策动人保 主要是拱量 只是 还有什么 广达 还有什么 联发科 他的目的是什么 去让这个大盘 往下 这些指标股往下杀的时候 去量 滚出量来 让空头认为这个行情要下去了 你要注意 只是 里面有一些细节 我把我看到的 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人保今天 这样的一个灌压 通常 我在台股二十几年的操盘经验 只送给大家一句话 大涨之前就是下跌 大涨之前就是下跌 因为物质不灭定律里面的 讲到了 你们都可以看到外资在卖 但是 已知的资讯 看得到的资讯 散户也看得到 重点是 籌碼流向谁 大股东 外资卖出来流向谁 大股东 不然就是散户 那最近散户 融资没增加 大盘融资没增加 那流向谁 你要看的是 但是 当他外资卖出来的时候 谁接走 谁接走 好 廣达也一样 物质不灭定律 外资卖了那么多 谁接走 好 大涨之前都是下跌 那怎么说勒 大涨之前都是下跌 来我几档例子来看 玉金光在 九月份大涨之前 是不是也曾经是下跌的 是啊 下跌过程中 然后你就看到有人 法人在卖 后来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大涨 那大涨都看到有人在买 我不是现在叫大家去买 是说 他这一段 在涨的过程当中 之前是不是先下跌 对嘛 先下跌 再往上涨 那当然你去追高 现在就可能 可能会面临套牢 只是说 我要跟他讲的是 物质不灭定律 在行情 在股票 在大涨之前 都是先下跌的 这叫华硕 这波位怎么涨这么凶 之前是先下跌的 你就看到外资卖 但谁把筹码接走了 大涨之前是不是先下跌 对嘛 还有啊 大力光也一样啊 大涨之前是不是先下跌 是嘛 那谁把筹码接走 外资砍谁把筹码接走 所以股票筹码是固定的 是不变的 流动在外是不变的 而是谁把这个筹码接走 所以我们刚看到了 人保广达之外 今天 也策动了一档股票 叫联发哥往下杀 就是因为这些股票往下杀 大盘才会滚出量来 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又空 又空 再来就是滚量 好 我们来看联发哥 联发哥今天啊 一根长黑啦 跌破了这个低点 跌破了这个低点 也符合了我们之前讲的 大量低点都会跌破 好 重点是在跌破的时候你要恐慌吗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 你看到这个问题 注意看喔 它跌下来的时候 在还没跌的时候 我们曾经跟你讲过什么 我们曾经跟你讲说 要跌了喔 小心嘛 我们技术没有看到量价背离 上涨的时候量价背离会跌 结果没有跌下来 跌下来 跌下来 跌下来的时候 当报道量的时候 我说不要杀低 但是未来大量低点还会破 还会破 好 那个观念来了喔 仔细看 今天跌破这个低点的时候 它有没有比它的量大 没有 没有 那它形成什么 量价背离 拳王理论 拳王理论讲的是 多头上涨的时候 当上涨的时候量价背离 它就回答 当下跌的时候 当下跌的时候 这个量没有比前一波 下跌的量大的时候 那它就会开始要反弹喔 好 懂的意思喔 拳王理论 量价背离的关系 所以说 基本上今天在这里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出现了量价背离 基本上 它侧动的是什么 去大盘去取量 而且这上面有三个缺口 基本上我认为 这个跟这个缺口 基本上会回补 理由是 这里的筹码谁接走了 再从指标的部分来看的话 来 这是60分钟线 上涨的低点在这 它今天跌破了 虽然跌破了 但是指标并没有同步创低 也就代表这是说 这里啊 有特定人在买 而且呢 有所谓形成所谓的是什么 空投利解 空投利解 跳空之后再一根长黑 空投利解 而且量缩掉 量没有比前波大 这个我们就不敢讲说 它会止跌 但是这里的量 没有比这个低点的量大 那代表是空投利解了 它反而会出现买点 会是一个不要杀低的点 未来这个缺口跟这个缺口 会回补 这个我不敢讲 因为有仅限压力存在 所以说基本上 联发科的部分 在今天是一个刻意去压盘 让大盘滚出量来的一个珠招 它目的就是在什么 要右空 下个礼拜怎么要架空了 你要注意喔 下个礼拜要准备架空了 我们刚刚已经从大盘的结果 告诉大家了 下个礼拜 往上大涨的过程当中 往上开始进行第三波上涨的时候 很多的股票会开始 开始涨 但是有些股票会开始跌 你看到今天的盘面上 很多的中小型股票 小型股一定在跌停的 你有看到吧 我要还是跟他建议一下 你看看今天的跌停 金华昨天有 昨天已经跌停了 今天又跌停 还有什么 美食昨天跌停 今天又跌停 还有什么 美绿跌停 玉金光跌停 玉金光跌停 还有什么 力旺 之前大家喊的力旺跌停板 还有呢 西伯跌停板 这都是小型股 我昨天跟大家提示过了 你有小型股要注意 不要再碰了 所以说这个行情 接下来下个礼拜 要涨什么股票 其实你要注意 是法人会买的股票 法人会买才会涨 但是法人不会去买 这些中小型股票 而是主力在趁这个大盘上涨的时候 已经开始出货了 所以你的持股里面 要做一个调整的部分 该怎么调整 下个阶段我会跟大家讲说 你该留意哪些股票 你等一下喔 喂 为什么最近公司通讯使脚这么多啊 没办法啊 基地台又被拆了 妈 什么事啊 我的续修基地台 要没带手机要没通 我快担心死了 买区通讯设备严重受创 各家电信业者正在经济抢修当中 你怎么来了 你的手机都打不通 我跟妈都快担心死了 爸 基地台 电子坡 危不危险啊 我们的基地台都符合国际 和国家的安全标准 安心啦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固德投顾 都有期货股票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议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德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拥有 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儿牌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昨天我开放给电视经营观众您 来试看我一个礼拜的传承稿 基本上我相信对你很有 会有接下来的行情对你来讲的话 你看到我传承稿会对你很有帮助 因为毕竟就是说这个行情这么难做 如果一下投资人心情起伏这么大的时候 你要注意这个方向 我就是要给你方向 怕你迷失 怕你做错 那当然你要把握出最后的机会 那当然很感谢昨天超过100名的投资朋友 来登记 那相对的 这个传承稿 你好好看 里面会写很多对你有帮助的东西 踏盘的指数 还有个股的部分的买卖点 你该怎么做 当然就是说 接下来行情当中 我认为下个礼拜 在大盘有些股票 大盘可能法人会开始回补一些股票 会开始溯一些股票 你要留意 大家说外资的空单那么多 你仔细看 外资卖超之后 总有一天要开始回补买超 有没有 就算他020卖之后 他终究要开始买回 那那个买回的时候 他的买盘会源源不绝 那源源不绝的话 这个股票会怎么样 这股票就会在买牌一直推的时候 开始往上涨 而且涨幅有的会涨很大 因为毕竟有的股票还会创新高 那三大盘开始推的时候 那股票创新高基本上上面没压 但是这个大盘里面有 几乎五分之四的股票上面都有压 不太容易过去 那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跟这个法轮同步去做那个上面没有压 会突破压力的 会创新高 持续涨的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这个大盘在这里 这几个月 这三周不是在这里震荡吗 应该是说 这两个月都是这样子 呈现这个走势 也就是说 如果股票跟大盘一样的话 那代表跟大盘同步 跟大盘同步 那如果有的股票是 比大盘弱势的话 那他搞不好他一直跌了 对不对 比大盘弱势一致跌 那如果比大盘强势一定是 跟这个大盘图涨不一样吗 那我看到了一档 我精心里面挑选了一档 其实我看到的这档股票 你看喔 这阵子大盘不是 我们再看一下大盘 大盘不是这样子吗 这档股票是这样子啦 这样子啦 这是比大盘相对强的 而且上面没什么压力喔 为什么 他已经在测试上面的这个压力了 那压力很容易就过 为什么 因为这一根啊 应该是说在四周前的时候 这一根大量已经宣示了 这个红K棒叫做什么 我们讲说主力特定人的进货成本 主力特定人的进货成本 那这个进货成本基本上 他守住这里都不破喔 也就是说大盘 大盘在跌的时候啊 他根本都不会受影响 也就是说他筹码已经流向特定人手上 就算大盘怎么跌 他都不会跌 为什么 他已经被我们讲的说 已经筹码被收进去了 收进特定人的口袋里面 是不是背后有利多 基本上 当然股价上去之后 背后会有利多 而是说有些人已经领先市场 知道他背后的利多在哪里 好 那我们没有内线 我们只能用技术边去看说 这股票是不是背后有利多 那这根进货量 代表就是说 他比大盘相对强的话 那当大盘开始反弹上去的时候 他可能是会冲第一棒的 那我强调 我们不做小型股 那小型股我会员赛事这么大 做小型股 让会员最近买一下涨停了 要卖 搞不好跌停也卖不掉 基本上我们不挑那个小型股 为什么 因为最近你在跌小型股 我们为什么要去买小型股呢 你为了你这个风险意识 你应该要去找一些 比较好进好出的 那当然是股本太大了 你可能自己做就好啦 那我找到这档的日线长这样 我们收到进货量 逐利进货量在这里 他这几天啊 想说这半个月 在这里震荡洗盘 好啦 那也就代表说 他量缩了 他已经缩到极致了 我们讲缩到极致了 那大盘这阵子怎么走 大盘这样走的时候 他在这里震荡 而且是逆势比大盘强 那也就是说 那如果我现在进场的话 是不是跟这个 主力是进货成本一模一样 对嘛 如果主力特定人的进货成本 在这里 他会让他破吗 他进货成本在这里耶 那你跟他进去买 你是需要买得比他低呢 还是你需要买得比他高 当然买得比他低嘛 但是重点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他这条线已经守住了 所以你不可能买得比他低了 而你跟他买一样的价位就好了 通常以我的经验 在股市超盘的经验来讲的话 通常主力在做一档股票 他进货之后 他没有先拉个三五成 他是不会去做调节的 你懂意思吗 如果你跟我一样 在股市当二几年超盘 你也知道主力在做一档股票的时候 进货的时候 通常未来没有三五成 他是不会去买的 未来如果没有三五成空间的话 他是不会去买他的 那他会在这里进货 趁大盘回档的时候 这么强势 大盘在回档的时候 他这么强势 那也就代表他背后 应该是有蛮强的基本面做支撑 那我们没有那些 我们要透过技术分析去掌握到 他这里似乎未来 会有利多消息出来 所以说在利多谢还没出来之前 你要跟这个人 这个特定人一起进货的话 你的成本就会跟他一样 跟他一样 所以说我们说下个礼拜 法人会买些什么股票 这才是重点 这个行情基本上要开始涨了 没问题 第二个 下个礼拜什么股票会涨最凶 那你一定要赶快掌握到 我帮他整备好了 所以你来 索取成本这些投资朋友 其实股票我都帮你整备好了 只是说 你有没有把握这机会 我说到了 我正面有一个方案 10月份我挺你 我自掏腰包挺你 这个案子说实话 公司跟我说不要再推了 因为赔钱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付成本 所以呢 这个案子 我推到这三天 国庆日这三天 我要结案了 所以你要把握住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10月份 我送给你 我自己送给你的 其他的部分 你就要跟我们夫人做一个联络 细节怎么样 你等一下就打电话 跟我们夫人做一个联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 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 还可获得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 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固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挺你的投顾 固得投顾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轰天蕾买一送三感恩回馈大放送 即日起参加轰天蕾